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我东西玩受 大家很快乐 为什么我又 为什么 借阿德的戳戳你 晚安晚安 加入我的豆粉 我要为他设置一个贴纸 咚咚咚咚咚咚咚 好大哦字好大 不小心加入什么 但是不小心啊 你下个月就不要给我去 我会发 只是真的没有要发的东西 我通常IG就是拿来发 深血针 或是那种表演的照片 所以日常照 日常照真的很少 会发IG 因为我没在拍日常照 不小心一次 买的照片 三个月 还没加入 你怎么可以还没有加入 豆粉通知比较正常 我发文的时候 他那个通知来得很快 我在等那个 谁会是我的编号100 客人有地方丢 那已经 积太久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发的 就放 就放 里面 然后那个寥寥解说 还先不要用 所以 不是我不回你们 是他们说 还不行 我 好吗 不要叫我全名 你应该晚一点的 再申请一个账号 是不是不用啦 那个要这么多账号 是要 可以干嘛 晚安 大家是几号 我现在只知道 可能 签几号 可能 一号 一号 是谁 还要先等99个 谢谢 红玫瑰 晚上好压 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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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卡 每一卡可以更早 嗨嗨 她说现在还先不要回她 她说 之后 之后 一银已经聊开了 我要检举她 她不能这样子 没有在看姐姐的讯息 我忙着爱心中 忙着爱心然后你不加入我的会员 你在按爱心 你还在按第一篇是不是 姐姐说 聊聊功能 请大家先不要使用 她说等 后续如果 确认完 就会开放 所以现在还不能 回你们 不然我也很想回你们 她说 我现在很热 中午很热 中午真的很热 这样子 就会很 想要打上去 想跟我进行一分钟的通话 是这样 你要超越圣元 圣元 可是圣元 不会来按我的赞 中午没有去 吹公司的时间 没有耶 今天不是去公司 之后用会员 会做什么 她说会员 就可能之后 她说还有什么转蛋 还是什么 还有什么 活动之类的 线下 她说那个 之后再说 8月4号优惠 在家 8月4号 那还很久 我看得到什么 谁 谁 谁要 快要 快要 退订这样子 我想说 才刚订你们 就给我快要 快要 取 取消 看顺利几个月 我看不到顺利几个月 但是她会 显示一个 为什么这么热 一个月的关系 干啥 李采杰 快闪 联播一分钟 快闪 联播一分钟 快闪联播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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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喜欢TP哪一首歌 哪一首歌 想不到 想不到 那 单曲的 单曲的 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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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stival ttp festival 就这样 哈哈哈 对 因为我要下播了 要下播了 她以为我要 我刚才 我知道你刚播啊 所以我才 我才想说 快闪联播一分钟 你刚在干嘛 我刚才看你直播啊 真的吗 真的啊 你说 而且她在看我直播欸 你一直在看我的书记 哈哈哈 是吧 是吧 不可能欸 你怎么可能闲到 在看我直播啊 真的不行 因为我六点半就坐在这了 然后我就很无聊 我就点开 就发现你在直播 而且我还叫她们不要跟你讲欸 你还有说 你最 最喜欢你44公斤的时候 你很无聊欸 你太无聊了 我偶尔都会在 你太无聊了 直播前看一下谁在播 我就会进去看一下 那我等一下就看你的直播 可以啊 好 那我要先下播 拜拜 拜拜 哦 拜拜 嗨 我们刚刚怎么了 好恐怖 好恐怖 我是真的有在看好不好 快笑死 嗯 都差点没了 这不是联播都会这样啊 这样子 要退店的话 我要找 那个 我忘记在哪里看 我真的是超不会用的 现在还超不会 但我已经觉得我已经算很会用的人了 但还是有点 问号这样子 是我的台太小声 是我的台太小声 是为何 联播声音会突然变大 我刚刚说我有看 哦我要看粉丝会员 粉丝会员 会有一个 就是他的会员旁边会写 即将退订 然后 但是 我只看得到大家加入的时间 但我看不到你们什么时候会 就是 取消 但他的即将退也 我也看不出来是 什么 多即将 明天 剩不到一个月就是这样 啊 所以他就是先 一个月 这样子 那可能他只有序 买一个月 那个放着就会自动序 大家买了几个成员的 会员呢 让我倾听 看得到 这个我要走 没有啊 说我看得到而已啊 我看得到而已 好 嗯 我看得到 有没有我的 嗯 我跟仓史 我觉得就是 蠻好玩的 就是他很像 可是他可以不发文吗 就是 呃不发 照片 只发文吗 只可以当推特 发吗 哈哈 嗯 買了兩個成員 多說了兩個成員是誰 小慧還有誰 現在叫Hex 對Hex 很醜耶 把文章轉照片 把文章轉照片 嗨 還是我撕開 感覺一定要有照片 採判 嗨 欸可以耶可以耶 嗨 要不要進去 嗨 嗨 可以文字 欸可以文字耶 我要參加了 太沒有意義了 這個貼文 啊哈 看出 有夠廢 測試測試 我是測試好了 我已經開始想像到我以後真的是發廢文 大家不會按我愛心 真的是很很麻煩 哈哈哈哈 大家的按讚是怎麼個按讚法 就是按到自己累了為止 還是就是你們就有規定一定要按到多少 立即通知 它真的是通知很快 不能按錄會很難過 你不要當FB在用好嗎 哼 可以一直按 你就開著無聊天天就這樣嗎 可是這個可以幹嘛 是不是它說有什麼熱度 只有 只有插在那個熱度嗎 反正還在懷疑我現在有在看它直播嗎 我現在沒有在看它直播 因為就是 除非我現在戴耳機不然我沒辦法聽它再講出來 熱度會有什麼 你說熱度第幾名那個嗎 我看一下 我真的是每次都在這邊亂點 要點一點才會點到我的畫面 啊 就是這個 誰現在熱度最高我看得到嗎 你們看不到嗎 你們看不到誰現在最高嗎 你們可以看 你們可以看我也可以看 喔是這個嗎 每月熱情指數第一名獨家語音訊息 獨家語音訊息 獨家語音訊息是要幹啥 說HELLO這樣嗎 哈哈 送你們一個 HELLO 看不到 我牙牙在哪裡看 喔好像可以 熱情指數 熱情指數 由高到底 現在最高是268 現在有人是268 但現在是最高的 哈哈哈哈 我送HELLO下個月大家還拼嗎 哈哈哈哈 可以送一個腦鐘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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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那個熱情指數 怎麼可以幹 都必消費 還有 切了幾米粥的就由你喔 它現在看起來是這個啊 累積熱情指數 是這個對嗎? こんばんは こんばんは おはよう 剛剛睡 睡覺 我剛剛睡了一覺 嗯 特徑下去就到了 對 好像是那個 dobby dobby 是嗎 但是現在dobby用得到的地方 是不是只有拼圖 還有什麼 暗站 暗站有需要用到拼圖嗎 暗站有需要用到dobby嗎 是嗎 看到那個36K暗行的方向 哈哈哈 暗站也還沒 暗站也還沒開放 暗站也還沒開放 暗站還沒開放 你說現在暗站還沒有開放 付錢快速點暗行 現在只能手動按 冰圖我按到16秒是鬼喔 我有看到大家的排行榜 16秒 請問大家是 都會玩拼圖嗎 有個一次可以丟一千兩個dobby 有人課了一千dobby 要把我刷下去 哈哈哈 誰啊 你可以玩拼圖嗎 好像可以嗎 我不知道 我沒有玩過 可是要加入會員家可以玩嗎 可是要加入會員家可以玩嗎 剛才早上追上電 阿羞 哈哈哈哈 嗨嗨 嗨嗨嗨嗨嗨 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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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板娘 哈哈 堪板娘 16秒難度很高 第一次玩會多 多快 多慢 多快 十六秒 十六秒 要幾乎不出錯 還在考慮要不要跟他拼 不會啦 拼圖這種東西說不定以後會很常有啊 但不能衝啊 對啊 你們是不是買到他人家系統壞掉 買到人家嚇得到 想說怎麼會 馬上就出現一堆問題 馬上就出現一堆問題 原本前三年有拍立的 後來偷改變只有第一 沒看到這麼多人 我希望那個什麼熱情指數 也是拍立的 不想錄 不想錄 拜託不要現在加布 現在加布也沒有人 你說還是有人有卷嗎 晚上好 拍立的 拍立的超方便的 問到簽名就好 錄個哈囉就好啊 不是啊 很難耶 還要想 哈囉黎彩姐 一百沒地方填 楊熊到底是買幾張 手術才滿 銀行打來問信貸也開心 問了他是不是過度刷卡 刷太多卡 那 從來就沒有 它是光明正大的那樣 雷哦 這次写真是片子 我現在是一軍中的 我現在是樂隊地的 這是樂隊的 他是樂隊的 樂隊的 感謝各位 適照緊張 讓大家空 嗯 我覺得只有你發第二篇文 可能大家還不知道今天開始可以隨便發 我是有先去問啊 我說請問是今天開始就可以隨便發嗎 然後他說可以之後我就發了第一篇 問大家有沒有加入會員 然後後面因為太閒了 因為太早起床 然後沒事做 然後就有點開來看 然後想說 不知道沒事做就想要一直按 但我很不隨便 因為我怕太隨便沒有人要按我愛心 我怕大家就是略過 我怕大家略過我的消息 現在的廢文平台 理財姐加入什麼粉絲團 很難的 很愛心我可以拿到什麼 不能啊 好像不能拿到什麼 除非你有課課金嗎 明天就關我通知 但是我不能開 大家留言我沒有通知 就是我要一直點進去看 才確認有沒有新留言 不然的話我不知道大家留言 有留言 你陽光很多 那一箱衛生紙 發一些給韓韓 可能在裡面我們也沒有通知 留言是沒有通知 那個你們的那個聊天的地方也是沒有通知 不會有通知 不會有通知 有看留言還是有看啊 畢竟就沒事做 沒有錯過喔 如果喝通知的話會一下就沒電 你們不要洗我留言就好了 要成員聊天才會通知 不用看你們聊天喔 就看你們在那邊自言自語啊 等帳號創好會上去早安晚安 早安晚安 但是我現在還不能回啊 大家如果有那個就是毅力的話 也可以就是上去打 上去打 我是看得到啦 IG 多分 保持 我真的想不到IG可以發什麼 IG大概只能拿來發Rios 我已經想不到我的IG可以拿來發什麼 謝謝CY給YouN給戳戳你 就是我現在能想到的可能就是 一齊聲演唱會的時候 我可能會發文 這樣子 然後我已經想不到下一次是什麼時候 謝謝十一的帶你去流浪 而且有翻日本吧 對啊 而且我還是會努力寫日文 但是兜粉就算了 我可能在兜粉還沒有很多日本人加入我的會員之前 在兜粉還沒有很多日本人加入我的會員之前 我剛剛有聽到林海傑講日文啊 可是我已經忘記她剛剛講的 90塊的價值也太高了吧 這還有什麼時候要漲價 練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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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數字的財 你說啊 漲價 謝謝小鈴的帶你去流浪 喔我有感受到欸 你有感受到 因為我上傳的時候想說 是不是看起來很 很慘 沒有 高畫質 謝謝小鈴帶你去的嗎 物超所折 不要漲啊 有其他人一個月160 按鈴鐺 很難 reverb 體諫 日本語有些聖詞 手繞著 你才記得唸吧 每次被他唸到都不會唸 有喔 繩納期 拿柄 繩納期 繩納期 拿柄 收錢還敢押畫機 放在鼓使 在轉換 不是啊 不止你 不止你這樣 程世雅也很乖啊 程世雅也很乖 程世雅那個是什麼 程世雅的 那句話是什麼 盛り上がれ 什麼?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忘記了 盛り上がれ 不知道為什麼 我記得有一個李彩傑一直學了陳詩雅的日文 我忘記他是講 盛り上がれ みやびが 盛り上がれ 叫大家盛り上がれ 你在思考 李彩傑會一直學陳詩雅的一句話 想不起來 好像吃飯的時候還是幹嘛 忘記了 忘記想不起來 日文 有一句日文 李彩傑會一直笑發聲音 他的音調很怪 真的想不起來 真的想不起來 是真的想不起來 日文出現在哪 對阿 對阿 我們私底下的時候 因為阿伯常在的話 就是大家會開始 忘記了 但是留 那個 對 大家都會 大家中的時候 是不是中阿 麻將的時候 摩擦 但是大家 大家累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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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一陣糾結 搶不起來 好痛苦 你怎麼可以忘記 你怎麼可以忘記 修平安來宜蘭過年的時候 也有 再複習一次 然後就是最近的時候 可以再玩 現在摩擦 我 其實我劇情都要記得 劇情搶聲 我記得是很普通 就是 很日常的那種 就是會一直聽到他講 會一直聽到他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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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想講 感覺他也不記得 是什麼 是什麼 上年紀了 要很認真 要很認真記 要很認真想 要很認真想 突然想到買了 握手鍵不知道聊什麼 沒事 大家都這樣 大家都給我 不知道聊什麼 謝謝小玲的 帶你去流浪 你有很多 帶你去流浪 為什麼 你是不是 按錯 你是不是按錯 你會不會太多 帶你去流浪 打字攻擊力比較強 他只敢 用打字 哈哈 哈哈 都… 都…都… 都…都… なるほど 好像有… 是嗎 應該就是大家 就是 嗆他的時候 他會回的話 好嗎 他不是只會屁啊 我還是想不起來欸 還是阿貝才會知道 謝十一送的極速浪漫 阿貝才應該下班了 阿貝才應該下班了 我昨天住在他家 昨天住在他家 然後 他就放了一個Netflix 一個日本影集 日本 不知道是電視劇 多了嗎 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影集 然後 還是從第三集開始放 我是從第三集可以看 然後我就看 我就看到 我就把他看完 看到 第八集看完 然後 就早上五點 哈哈 然後我今天早上要練習 我睡了兩個小時 哈哈哈哈 我睡了兩個小時 然後 今天蔡海恩就一直 一直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他就 他就這樣 說真的很想睡覺 然後他就說 我三點 我三點才睡 然後我就說 我五點再睡 哈哈哈哈 他還說你那個 你那個叫做 都沒有睡 但是我回到家之後 我洗完澡 我好像三點多的時候就去睡覺 就去睡到五點 睡到五點 睡到五點 焦到什麼 五點睡 這樣子 而且我真的 當然 禮拜一的時候 是不是有什麼 演習啊 那個什麼 就是 不能出去的演習 這樣子 他包括可以讓你們 練習 因為練習 就是 就是跳舞 就是比較簡單 大家會演習 演習演習 是不是禮拜一 我只記得 我完全沒有聽到外面有任何聲響 我完全沒有聽到外面有任何聲響 你那個外面很吵嗎 有什麼聲音嗎 它是我家隔音很好 現在我一點半半 外面不會有聲響 只有手機會有聲響 那我怎麼手機沒有 手機沒有聲響 手機沒有警報 外面會有警報 外面會有警報 是嗎 就是不要有聲響 就沒有 完全沒有聲響 只有提示而已 好像有提示 不是啦 我媽就跟我想說 今天有這樣子 然後他就傳 他傳了那個 給我 挺急通知排機的人 我找不到 沒有欸 喔有欸 他在早上9點的時候 跟我說有 演習 他就1點半到2點 我確實是 沒有醒 我確實是沒有醒 我睡得很好 公演跳完 公演跳完後 就會睡得很好 但我老實說 我禮拜日跳完公演的時候 有想要 打電動的心態 因為禮拜一放假 我就會有點想要 不睡覺 但我跳公演前會失眠 對 假設不夠累的話 就是睡不著欸 真的是睡不著 在睡不著 會有點想要 放下這根木名yn子 要起床 體力過盛 身心俱拼 你要那個了嗎 露 露 漏氣 收水 包子要縮水 MC1我怎麼自己把 自己 怎麼自己把難度提高 什麼難度 MC1 什麼難度 不管什麼時候都7點半 包子不是氣球 你可以那個啊 就是 偷工減流 變小包子 地瓦球 突然變油的部分 因為我想說 太短了 因為要講個理由嘛 就是推薦地瓦球 但是我就沒有什麼想要特別 介紹它多好吃 還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就想不到 我就想說就隨便講 然後後面就大家就開始 大家開始那個即興 即興 硬要扯 硬要扯那個小吃跟自己有關 一挖球 一挖球 以前可能比較遠 原本題目不是跟 原本的題目就只是推薦 小吃給大家 就真的 就真的 只有這樣 就是他們 為了要讓我們 MC1 不要講太久 所以給我們那種 比較 就是可以 回答很快的 MC 這樣子 所以 就是大家 只要想辦法 讓大家剪短 這樣子 怕大家講太久 比如說 就是問大家 什麼事情 大家就會解釋嘛 就是解釋 那個解釋就會 超時 所以 他就會盡量給大家那種 回答完就會差不多結束的 那種題目 就是我第一個就歪題了 對啊 也不算歪題吧 他本來就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謝謝哈瑟假扮的 帶你去流浪 題目不是成人 題目是成人想的 我們就想說 越無聊的題目越好 因為沒辦法聊太久 現在不能說時間 我們其實還是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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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然後就是MC 就多了很多個MC啊 就是縱使 縱使前就有一個MC 然後縱使後又有一個MC 然後教練完又再一個MC謝幕這樣子 就是多了很多東西 然後 然後 側場的時候他就一直叫我們說 用最快的時間收拾行李 然後就這樣 我就想說 應該是我們應該是蠻拖時間的 而且是那個 士氣一上去他就說 教練都換快一點 換好就趕快出來 但是因為八個人都要自我接到晚才可以結束 所以就算我們換好了還是要等他們自我接到晚 不然平常都拖很久 我們在後台很吵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他們在後台真的是很吵 在後台吵就算在幕後也很吵 就是真的是這樣 一格就是 撤席真的是什麼都聽得到 但他們就沒有辦法克制 試騎的時候我們後台超吵在幹嘛 就是在吹啊 教練都換好了快點出來 教練有沒有帶什麼MC拿好就出來 就是大家講話超大聲 我就想說 你們現在就是 那個 完全沒有在唱 完全沒有在唱 他們就說 教練的快點就是直接說 等下就要教練了 教練的要趕快出來 要麥克風鍵拿 想說 所以是 就是沒有要唱 呵呵呵 真的很吵 真的很吵 他們真的沒有在管 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痕跡 他們就是一直在 吹成員趕快出來 排隊這樣子 排隊要出場 這樣 是不是好驚喜呢 然後因為排隊的時候 還是要等那個 前面MC結束 所以排隊的時候 就是站在那裡 那因為大家站著就會 沒事說就會開始聊天 所以那個聊天就是也是蠻大聲的 而且就是可能聽到什麼 他們就會很激動 就會就是講出來 然後他們的聲音本來就很大聲 所以他們那個正常的音量 出來就是很大聲 也不是悄悄話 也就是說 欸 怎麼樣 欸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那種 真的是普通在講話的音量 就是 也沒有在小聲 竟然很急 怎麼會三個超花時間的遊戲 因為大家怕 NC聊不了多久 所以他們都覺得 玩遊戲是最好的 因為 因為覺得 談話 大家覺得很無聊 所以大家都會 例如說 要不要玩遊戲 玩遊戲 那玩遊戲就真的是很 很難控制那個時間 直接說話 看見腳練鞋子 你可以看線上 線上也看得到 它就是個 有亮亮的高跟鞋 謝謝阿倫的JuJu牛 有些遊戲玩起來也尷尬 但是真的是不知道 真的是要 玩出去了 大家才知道 很尷尬這樣子 就可能 預想 預想的是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 玩起來就說 沒有這樣子 都比較多玩遊戲 我們的NC4 其實是 前一天 決定 就是 禮拜六嗎 禮拜五的那天晚上 然後說 還是我們NC就講說 就這樣子 然後禮拜六的NC 才有一個定案 不然的話我們會一直說 欸 NC要 NC還沒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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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沒看 你們玩什麼遊戲 第一場是 NC4沒有玩遊戲 第二場的時候有玩遊戲 英文的 蠻好想的 就是 我們就在找遊戲 然後就在想要怎麼改良 改成 就是可能公演 會比較 好 好 就是控制 然後比較 大家比較聽得懂 然後也不會花太多時間 就要 那個 把它調整一下 所以 本來就是說 恩 本來有人提議說 就是每個人有一個名字 然後大家會問他說 這個人是女生嗎 這樣 然後可能大家說 喔不是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八個人如果每個人都 一個問一個問 然後可能 問完也沒有猜出來 因為真的八個人都要問的話 真的太久 我就說 還是就 換個方法 我們換個方法 就是也是猜 只是 不是一人一提這樣 不然的話 就不知道猜到能夠幾年 然後就說 還是分兩組 就四次嘛 然後 就 有點像 對抗這樣 我就說 還是就是一個人 四個人的其中一個人 或者猜 然後其他三個人 就是給提示 那那個提示 要怎麼給 我們就在討論說 還是就是 比一手畫腳 或是 用說的直接說提示 然後就 欸欸欸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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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到後面 然後 就是蔡爾恩 好像蔡爾恩吧 它是貼的一個 玩英文 就是 說 只能說英文 然後讓你猜那個 東西的 遊戲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還是就 三個人都只能講英文 這樣子 然後就定案了 因為不知道 就是 怎麼樣拿捏比較好 所以就 最後就變成 三個提示都只能講英文 這樣子 然後 題目就是我跟蔡爾恩 訂 大概前一天的晚上 或是前一天 前一天 禮拜六的凌晨的時候 就是 禮拜六結束的時候 就是說 要記得教那個東西給 姐姐這樣子 然後她要做那個錢這樣子 然後我就回到家 然後就是 好像 幹嘛 我洗完澡 然後吃完 吃完晚餐 然後我就 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 躺到床上的時候想到 還沒有想 然後我就在凌晨一點的時候 傳訊息給姐姐 他好像早上的時候 就是說 了解這樣 因為我很怕他 不了解我在講什麼 然後我就打了一場傳 因為我怕他那個時候 其實在睡覺 我就打了一場傳 希望他有理解我的意思 說我要有五個籤這樣子 然後太陽會給他幾個籤這樣子 然後 反正後面就 就有做好那個 道具 然後就是當天 當天的時候 就稍微 抓到 抓到空檔 就叫那個MZ4的大家 一起來 呃 瑞一下這個遊戲 不然的話真的是 怕很失控 然後再加上 呃 林潔心的時候 在 傳說對決 他不在 所以 我們就說那還是 就我們先這樣子 然後大概 瑞一下 大家知道狀況 出來的時候 站什麼樣子 要退場 怎麼退 就是搞好 搞好就好 其他就是隨 隨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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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不出來的話真的是 不知道 他笑得很好 因為那個題目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 大家講出來的提示 是真的是 那個當下想的 然後 菜兩個也很擔心說 會不會大家 講不出來 所以 講不出來的話 就直接pass 也是可以 我就 我就是 我就是 預想很多種 那個 突發狀況 就是可能 真的不知道 或是時間真的 超時的話 那就是全部都pass 所以我可能直接把 這個遊戲結束掉 這樣 看狀況 隨意來 現在我還是 但是那個 結束的時候 就是本來是叫菜阿 菜阿恩 菜阿恩本來是說 她會cue 原子豬叫她 就是 就是 請她收道具下去 然後原子豬就直接 自己說 欸 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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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自己收了 然後 就那個地方比較 有點不受空以外 其他都是有 幾乎是有按照 我們當初想像的 那個 流程走 好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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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預想不行就pass 對 預想不行就pass 對 預想不行就pass 非常姑姑 很常臨場不受空 就是 本來是說 就是他們玩完 一題 然後如果 如果 如果一題就 時間ok 那可能第二題 就全部都pass 這樣 然後那一題結束的時候 原子豬就馬上說 好 那我們 然後他就馬上收場 然後我想說 他 很 就是很 很急的感覺 預想不受空吧 然後反正就是 那反正他就 自己收了道具 他就自己下去了 好 算了算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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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都是他在拖的時間 對 那邊一點鋪神都沒有好 突然收下去 就是 突然到一個 沒有辦法緩慢的收 因為本來想說 就是 好 那我們 就真的 蔡蘭他就是要收 說 我們 那我們 這一組就是沒有玩得很好 什麼樣怎麼樣 然後 月子就突然說 道具給我 道具給我 我想說他是多急 要收道具 還是他忘記蔡蘭會跟他說 就是 請他收道具下去 這樣子 反正就是他就是直接 插入 然後 可能蔡蘭也有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講錯 他以為是時間到了 其實也沒有這麼 這麼趕 真的是剛亮 然後 就是蔡蘭已經要收了 真的 蔡蘭在收了 他就說什麼 可能真的是 我們這一組 真的是沒有 就是 玩得很好 什麼的啊 什麼的 他就真的 他在收了 他在收了 但是 隔壁就有一個人突然說 來 道具給我 給我 然後他甚至還拿麥克風講話 就是他就是整個 好像他是 主控一樣 嗯 然後再來 那瞬間 啊 謝謝 沒有人壓得住他的概念 對 他不是主控 他不是主控啊 嗯 我們只是賦予了他 收道具這個 這個 職位 他可能就變成了 結尾這個職位了吧 他可能想 想到 他要負責收道具 結束這個 MC4 的那種概念 我們只是說 請他拿道具下去 這樣而已 然後他就 就可能就 全部都包了 這樣 嗯 聽說明天會有颱風是真的嗎 明天會有颱風嗎 是 所以明天會下雨嗎 比較沒有影響 有南部 飛機不知道怎麼飛 飛去哪 飛回來還是飛去 越來越往南 肥部都沒南 所以今天真的是超熱 我今天又久違了感受到超熱的事情 不都是出去後才會爆 出去後才會爆 高雄出發 有颱風的時候飛 要飛 很可怕耶 我應該會很嚴重 差不多我的生命就到這裡 只有那種感覺 我真的是很討厭坐飛機 但是有時候還是得坐 最好是不要給我遇到亂流 但我已經比以前好很多 我以前是連坐 我以前連坐遊覽車 連坐 就是普通的車 我都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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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隨時會有壞事發生 然後尤其是坐遊覽車 要上山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 很可怕 我就是每次都覺得說 可能就是 就是大家有看過那個 十年音 還是什麼 那個MV嗎 就是大家 坐一輛 遊覽車 然後就是 事故這樣子 總之就是 掉下山 還是掉下哪裡 我就是一直在想說 我們每次 全員坐那種 大型遊覽車 然後去那種 吃這種 山 在山路的時候 我都在想說 我們應該等一下就會再 山下 等一下就會再山下 然後我現在都是 盡量讓自己不要去想那個 那個就是幻想 因為我以前就很會幻想 我就在想說 我可能 就坐在 坐在 車上好了 在車上好了 就什麼都可以 那個 太會幻想的部分 就可能說 等一下就可能 天上會掉下來什麼東西 什麼 會掉下來 或是 或是 等一下就會發生什麼 發生什麼 就是 自然 自然災害 這樣 或是 土石流 什麼 我每次在那個高速公路的時候 我都在想說 會不會等一下會有 土石流 然後 就每次都會弄到自己很 弄到自己覺得 很可怕 那個出去玩 很可怕 我就會想說 不想要 不想要在那個 高速公路上 然後 但是因為以前就是 得坐那個 客運到台北 然後我每天都在想說 我回得了宜蘭 會不會就是在 那個 雪碎還是哪裡 就是 那個 隧道會通 那個什麼 崩塌 我有被害幻想症 我以前被害幻想症 真的是 蠻嚴重的 我每天在學校 可能都在想說 那個 等一下會不會 天花板就會 爬下來 可能就是 沒有事情吧 沒有事情想 我就會一直想 比如說 回家的路上 因為宜蘭那個 就是 鄉間 橋道 沒有什麼人 然後就是 有點 偏僻 然後山 旁邊是田 然後又有幾間 那個小房子 然後就是在想說 那個小房子裡面 會不會有什麼 奇怪的人 還是會有什麼 可怕的東西 藏在裡面這樣 然後就會在想說 會不會在路上 會遇到什麼 奇怪的人 這樣 雪碎怕的是火災 他跳也很可怕 就會 就是埋在裡面 自己下自己 真的是自己下自己 對啊 然後因為我以前家裡 住在海邊褲子 我就會一直在想 每天都在想像說 就會不會哪天 就是 海浪 海就會這樣 衝破 然後就會這樣 然後淹沒 哈哈 每天都在想 是不是海邊 我就一直在想說 好像要搬離海邊附近 這樣 哈哈 會不會很難 對啊 然後就想說 我要逃去哪 我要 我可以逃去哪 五樓夠高嗎 這樣子 會夠高嗎 還是 可能地下室也去不了 地下室會被淹在地下室裡 我每天都在想 哈哈哈哈 翻地海邊 我就會擔心 除以十六三光 對啊 我每天都在想 就是哪裡是最安全 但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 我想說 待在家安全嗎 但是 地震的話 如果家裡塌了 還是家裡也是不安全 然後每天都在想 欸 哪裡 會比較安全 出去的話 可能就是 會有什麼東西被砸到這樣 外面不安全 然後是說 不要出門不要出 但在家裡也不安全的感覺 但在想一下 會不會哪天家裡 被暈火撞到 操場上 回機意識很高 有人問你家還好嗎 我家三十樓 但三十樓的時候 就又會很可怕 三十樓就會想說 如果現在 就是 立正的話 要不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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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樓要怎麼逃 就是 就是在房間裡 要躲在哪裡 感覺 我夢中 連101都倒了 對啊 101也可以倒的話 真的是 很酷欸 那個體感 真的是我有跟著101 一起這樣 這樣下來的感覺 哼 三十樓就可以逃 畫個妝嗎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對每天都在想 什麼 怎麼個世界末日法 但現在已經就是好 我以前真的是 每天都在想 那個高速公路 就是 有時候 不是開到外側 我就是在想說 它會不會開一開 就會直接開出去 那個高速公路外面 我就會覺得很可怕 因為真的 因為看不到那個距離感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 它是不是 快要往外面去的那種感覺 往旁邊 走 開到隱形密道 所以我很討厭那個 高速公路的時候 那個車開在外側 我就會覺得 好像要去橋下的感覺 絕命終結上 我沒有看 我不太看那種 刺激的那種什麼 動作 動作的電影 我不太看 但是我就是想像力有點痛苦 可能 不知道 好像開在空中 謝謝小鈴的帶你去了 但我真的就是很討厭遊覽車 因為遊覽車就很高 很高 你就會覺得它會 隨時會這樣 就是會這樣 這樣 看看要翻右邊 還是開 翻左邊 每次都覺得遊覽車就是一個 再來我就不要開那個山路 因為我真的覺得 山路真的是歪一邊 就會直接下去 所以我阿里山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這麼習慣 做遊覽車的電視 的時候 真的是全程都這樣 裝著我的手法 想說至少 我不要離開我的位子 如果滾下去的話 至少 我有在我的位子 我沒有去 我沒有去 他應該會往那邊走 會耶 會耶 我以前真的也沒辦法走 那種空吊橋 我真的 沒辦法走吊橋 所以我媽以前就說 她沒有生膽子給我 我以前真的就是 膽子有個小 我真的走那個吊橋 我就說 要死了要死了 沒有辦法走 我真是沒有辦法走 然後後來就是有點 可能長大 就有點習慣了 因為也就是 那些事情也經歷過很多次 比如說遊覽車阿 飛機阿 什麼的 都做過很多次 所以就有點 差不多麻痹了 因為每次都想也有點累 所以你會有點麻痹 但以前那時候什麼都 什麼都想 我以前也沒辦法想像 可以 玩遊樂測試阿 就是什麼的 其實很有膽子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膽子 就回來了這樣 或是我可能以前那一陣子 不知道是幹嘛 反正那一陣子就比較 想很多 但是後來就 又 還好 但是我小時候 很小很小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算 膽小 很小很小的時候 就是 小的時候還好 然後中間的時候很 很膽小 然後長大又還好 就是中間那一段時期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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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玩雲宵飛車會不會 怕車子飛車去 我會 但我會 有時候會想說 就是在台灣 的雲宵飛車 我不敢相信他的雲宵飛車 但是如果去 去那種比較有名 就是迪士尼那種 我就會比較 對他有信任感 像那種比較 老舊的那種 遊樂設施 我就會對他 沒有任何的信用 比如說你叫我去 兒童新樂園 我就會對他 任何一個 遊樂設施 沒有任何的信用 就是我都覺得他 看起來很 老舊 就是可能隨時 哪個螺絲 可能哪裡沒有鎖好 或是哪邊生鏡 他可能 下一秒就會 斷掉還是幹嘛 我就會覺得 他那個沒有在維修 但是 但是 迪士尼我就會覺得 他應該就是 就是 都有很認真在 維修這樣 有時候是一個 心態的問題 我就是 對這個 有信任的時候 就會 安心比較多 像是六五層 對 所以我以前那個 校外教學去 遊樂園我都沒什麼玩 我就覺得 成果吧 他看起來就是 尤其是 剛好冷清的時候 剛好沒有遊客 沒有什麼人 在排隊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就會覺得 前面都沒有人玩 我就不敢去玩 就是會覺得 好像 自己是去試 那個第一輪的那種感覺 就不是很想去 沒人肯定有 沒人就會覺得 為什麼大家不去玩 這樣子 就不會想去玩 比如說 可能他 就是一整天 他就是一直有在運作 然後就是 真的很多人 已經玩過很多 輪這樣子 的那種概念 我就覺得 那應該不可能 這麼衰的那種感覺去 但是 真的很少探 我就會覺得 那個機率很高 所以我就不會去 我就不會去啊 其實 其實後來 就像阿伯上去的那一次 就 完滿 做的啊 但其實我 那時候已經 比大家 有 膽一點了 因為我莫名其妙 不知道為什麼 去做那個大怒神 我不知道 我可能突然想不開吧 我就去 我就去做了那個大怒神 然後上去的那一刻 我就覺得有點 後悔 為什麼我在這裡 但下來的時候 我又覺得好像還好 反正我就是 有時候就是 我也搞不懂 我也搞不懂 我們再想 那時候就討厭 我其實 很小的時候 有一次好像 就跟家人的 就小朋友 就是一些親戚 然後去了某個地方玩 我是完全不記得那裡是哪 然後就是有一種 就是給小朋友玩的那種大怒神 幾公分以下三個玩的大怒神 我好像那一天做的那個大怒神 大概做了五六次 我就是上去下來 然後再坐上去 然後再上去再下來 然後再坐上去 就是 我記得好像我媽 就覺得我很奇怪 為什麼要一直玩這個遊樂設施 但是我那個時候真的是一直 就是玩那個 我就只玩那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覺得好玩 那時候覺得蠻好玩 可能是因為它那個高度 也沒有到這麼高 就是真的是 有點高 但是沒有到那個 其實六福春那種 真的是到 天上 很高 然後它那個 就不太太高 有的氣力 我就不是想要這樣 不是 不要想要那些太大力的飛高高 程度 海盜船是地獄在輪迴 我真的是覺得海盜船就是 就是盪鞦韆 但我有時候還是會想說他會不會這樣盪一盪 然後那個海盜船就會飛出去 但是就是沒有這個事情發生 但是我唯一能想到海盜船可怕的點 就是他可能盪一盪會飛出去 以外我真的想不到他有任何的可怕的方式 他就真的只有這樣 上來下去 上來下去 他就真的只有這樣子 又不是雲霄飛的海盜這樣轉來轉去 然後又很快 那海盜船就很慢 他就是這樣下去 回來 下去 回來 這樣子 很慢 然後只是晃得比較大 而已 所以我就真的覺得 海盜船是我覺得 遊樂園裡面最沒有很可怕的東西 那你可能沒有看過那種 鄉下小孩玩盪鞦韆的恐怖 他們真的是這樣 當到這樣 90度那個臉朝下 然後這樣上去 就是我每次都覺得他們會繞一圈 你知道嗎 那個 盪的程度不是這樣子 這不是這樣子 沒有在這樣盪 都是這樣 然後這樣 這樣 在盪的 站著玩 會站著玩 有時候會站著玩 大家看他的座椅 是怎麼個做吧 有時候他是那種 軟的 這樣就沒辦法站在上面 很難站 然後有時候他會這樣轉來轉去 那個也不好 不好站著玩 但是就是以前就是會 以前就是 比誰盪的高啊 那個盪鞦韆 反正摔下來還是在平地 就是 也不會摔去山峽 摔下來就是 頂多就破皮這樣 在地上 也想不到什麼 但是 以前就是真的有那種 各種很厲害的玩法 我沒有到那麼厲害 但是我已經算盪的很高了 小時候都盪到最高 然後跳出去 這是小時候玩那個 盪鞦韆 那個皮 蟹髮 那個豬牛 所以才覺得 海盜船真的 就真的是 只是盪鞦韆 那如果他本來就只是 這種盪鞦韆 那可能他會覺得這種 太大 但因為盪鞦韆會更快 因為盪鞦韆只有一個人 所以他就是 上去下來就是 很快 那個速度感很快 比 海盜船 快很多 所以 會那種 就會 我覺得就應該 海盜船就可以10個 不可怕但是不舒服 不舒服嗎 我覺得這就很涼 就是下去然後 封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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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為我不怕 我就會覺得 他可不可以再 蛋高一點 累 所以大家都說 邊邊最可怕的時候 我也搞不太懂 可能是因為我會玩 那種 這種 到上面 然後會 停在這裡 然後再下來這樣 然後停在這裡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停在這裡這樣 可能會玩那個 所以我覺得海盜船 不可怕 那邊邊施重狀態最高 那個櫻花瓣的 那個秋千 前面就是 啞啞 就是三下 是 一波 所以 盪出去就可能會下去 所以那個時候 就有小心一點 不要盪太大力 不然的話就是感覺 因為前面就是 因為前面就是 下面的街道 這樣 前面就是下面的街道 然後前面有一個就是 這個坡 然後是一個 路這樣 然後 出去的話過頭就會直接 超越那個坡 然後就會到下面 所以那個 就比較危險 然後那個 就是不會有什麼 袋子啊 你就真的只是 坐在上面這樣 晃 我就說大家 那個是 要握好 要握好 玩那個 放酒精 接到山下了 大家 不要推太大力 但是 盪就先 我覺得自己盪就好啦 不要給別人推 因為有時候 給別人推 很危險 直接推了人 人直接飛出去 好像坐在上面那個人不是你 就那種 就會覺得 啊我不是很相信其他人推你 這樣子 腳會更緊 真的結果只有秋千回來 哈哈哈哈 也會反彈回來 直重推 他會看那種四肢 不過我的tiptoe不會流 留那種東西 我tiptoe通常都是留一些 日本的 比如說 化妝品 或是那種 推薦的 髮油之類的 都是那種化妝品 現在流行的化妝品 他不要已經怎麼樣沒有對耶 我覺得我不可能中 做好我的心理準備 我覺得他不會中 漫畫結束 漫畫 漫畫 漫畫結束 或是那個綜藝節目的那個 紀 紀 紀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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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沒中 很久沒中 我今天是不是 什麼時候中國 去你知道嗎 什麼 我也想買中國 沒有想法 先走 買出來 怎麼開 五六月嗎 兩百塊 兩百塊 二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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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張 發票 二百塊 三十四張 二百塊 我現在是都要說 我不會中 最好是想每次都要給我二百塊 那。 剛剛剛剛剛說 重發票兩百 這是去吃什麼 回我媽去吃 母親節 母親節 的時候的發票 哈 côté 二十四張 那他很幸運耶 重兩百就很合 有200中比0 至少多了200啊 再麻麻才會中 謝吉明做的Junio 4,5,9張是買的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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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回家爸爸 掰掰 可是為什麼 手機的推測還是藍色的小鳥 還是我沒有更新啊 手機比較慢改 麥當勞有馬卡龍 這麼酷 最後的藍鳥還沒改吧 最後的藍鳥 其實我應該是可以 阿姨 在這裡 我來幫我 你幫我 在這裡 我只會是 我去看 我去看 一看 那我去看 我去看 我去看 那我去看 那我去看 我去看 我去看 你去看 我去看 我去看 直射按鈕是懶著嗎? 這首是什麼? 未來的 好像有中文吧? 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首是什麼 未來的 現在開始應該不會用推特了嗎? 都用多文 推特還是可以拿來看一下 日本現在有什麼 其實就不是會發文了 就只是看一下 可能官方什麼的 還是比較多 不一樣 對啊,粉絲絕對不跟就是 SS還是不一樣 是 就看會不會在流行 對 確實一的告白氣除 我開始刷 我剛剛電腦也在刷 X 有電腦時會用電腦滑推什麼 對啊 推特有滑到 被限制過 沒有耶 你沒有經歷到被限制的 那個心情 X我會以為你被禁言 說實質 真的嗎? 還是 我通常用 聽詞 懂嗎? 初一 聽詞 就是 這總聽 就是 囉 早上買漫遊EGV 下午4點就刮完了 EGV很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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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喔 漫遊幹嘛不買食道嗎 大家都是換 大家都是買電信公司的漫遊 還是大家買卡 還是用WiFi機 還是用那個什麼不用擦卡的 卡 E.S.I.M 以上就是用KLOOK買 買卡比較便宜 對啊我記得漫遊不是很貴嗎 漫遊的吃到飽好爽 但是擦卡是不是 我還不騙應該 就不錯 賣遊最棒 直接免換 直接買卡 對啊買卡 不知道 他就幫你升級到八天 那你也要有在日本八天 不然你那三天間也沒有 你真的覺得卡嗎 我會覺得卡嗎方便拿 雖然大家都覺得說換那個卡嗎 那就是換一下嗎 就下飛機換一下 買卡會被丟爆 為什麼 出國不會一直滑 不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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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一直滑 可能是因為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有朋友就可以一起到這種 這就是那個啊 維生 用網路維生的人 能不看SNS嗎 我就是會很想要看 而且你知道有時候拍照的時候要特效 那個IG特效 現實動態的時候跑不動會很生氣 你知道 我要拍動動 但是那個特效跑不出來有時候 就會很生氣 或是我想要上傳東西 要傳不上去的時候就會 翻 不看SNS 而且有時候LINE 就是聯絡的時候 跑不動的時候 真的是 怎麼辦怎麼辦 傳不出去 傳不出去 出國還要看直播 你真的是出國就不要給我唱直播了好不好 大概是我VPS沒管 都去日本還開什麼VPS 天上不就是要傳一個VPS 是 是 滑的有點好 而且限動其實也蠻吃 畫的 有時候有人發影片的時候就會 滑到的時候就會 這樣 開始吃你的網路 用敵方網路看什麼 可是有時候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還是會 飯店網路很差 接自己電話還要進去 接自己電話還要進去 可是沒有人會打電話給 給我 4G吃到飽上給你 你說我不是用吃到飽 我是用吃到飽 我說我上次去的時候 是用 賣 Sync 換Sync 就是 偶爾會被 現實 偶爾會跑動 但是 還行 現在還能不能打來 對啊 現在都打Line 登入浪Line要收 進去 你先登好再去 不行 如果還有要收 收卡進去 說 花卡進去 線上嗎 都會往你的家人人手上嗎 我只記得 我爸跟我媽的 你都是用VPM買線上 VPM 大一個 大一個 我不記得大一個電話號 三次沒收到簡訊 就被當成不正實用 刷卡要驗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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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可能沒有刷過 所以我不知道 我完全沒有印象 我上次去有刷卡嗎 應該還是有刷卡 但他沒有要 沒有要什麼驗證 帶個進來不記得 不記得耶 因為都是用Line在臉 大金額的會要求 那大家是買了什麼 大金額的東西 一萬之多嗎 一萬之幣 一萬之幣 一萬之幣算大金額嗎 還是要再大一點 又不能刷Visa Visa沒有人權啊 我每次都一直在想 很想要 不是Visa的卡嗎 因為那時候 辦那個 什麼 中國姓國的時候 還就可以選 JCB 或是Visa 我那時候就在想要不要 辦JCB 然後 因為我媽是Visa 我想說 這樣的話就可以 互用這樣 但我後來還是辦了Visa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要亂Visa還是很好的 但感覺就是 如果會一直去日本的話 感覺很方便 JCB 確實在台灣好像不太需要用JCB 我忘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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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是看卡片學的 可是我覺得那個 Visa的圖案比較可愛 為什麼 該怎麼會 Lisa maybe 不是還有什麼 Master什麼 今年開始當Lisa Lisa Master JCB 因為我看那什麼西瓜卡 還是什麼卡 那個錢包就是 可以這樣 用這個手機支出的東西 感覺 都不能用VSAR卡出紙 很煩 很煩 我上次去日本就很想要試 試那個看可不可以刷 就是出紙還是幹嘛 就是用刷卡 但就是搬不到 我記得上次去的時候 好像買那個車票還是什麼的時候 有刷成功 但其他我就不知道 我沒有去 好像在百貨公司沒有買什麼 就沒有用出來 我都是付現金 我可能帶了很多現金 我可能帶了很多現金 但一想到帶現金就會有很多零錢 就不是很想帶現金 尤其是我每次要找那個零錢都要找很久 我就覺得很困擾 日本Apple Pay好像不說Visa 很麻煩 Visa Visa 那海外JCD就可以是不是 我好像有在那個Big Camera有買過用信用卡 好像有成功 日本就是刷卡很麻煩的地方 那為什麼大家都說去日本刷卡就好 還是大家有很多卡 那些人不一樣 那些人有很多卡 試試測可以Apple 日本沒在用CD JCD 那如果要辦的話 大家會辦JCD 當地人都JCD 你不覺得日本的信用卡很可愛嗎 我每次都覺得日本的信用卡很可愛 到底是為了卡還是 為了卡的圖 還是為了卡 只是為了卡麵而賣 而辦信用卡 那就是覺得日本的信用卡很可愛 我都覺得我們的信用卡都沒有很可愛 沒有那種聯名還是什麼的那種卡 沒有那個 他日本就很多那種聯名的信用卡 這些卡貼都會擋住那個上面的字啊 不是 我是我們 說這些來的 明明真的沒拿 七十一的啾啾油 但我現在到現在還是不太懂什麼信用卡要刷 還是幹什麼 我的卡片是什麼 這是那個天燈圖 天燈熊大跟那個圖 看很醜又沒有回歸過 想要就是那個 一定要刷 每個月一定要刷多少錢 是嗎 但我不知道我的那個有沒有一定要刷多少錢 但是我是有每個月都有刷 所以也沒有研究太多 沒有研究太多到底要刷多少 每個月也不用每個月 年微單位 每年都要有用這樣 是嗎 因為我每次都在想那些辦很多卡 就是都有在刷那種卡 我都不熟啊 一隻吃的 對一隻吃的是辦型 有刷幾隻應該就行 很多電子帳單不用繳 就是那些很多卡的人都不會忘記繳信用卡 我每次都很怕我忘記繳信用卡 因為我完全不記得什麼時候那個 帳單會出來什麼時候錢要繳 完全不記得 我就是偶爾點進去看 偶爾點進去看 然後他說可以繳了的時候我就繳一下 就會忘記 可是大概要用自動口口 通知我要繳請就忘記 等他自己過來的 你不覺得還要去繳簽嗎? 我是用手機線上轉 不是去便利上面轉 他前面有寄來後面就沒有了 後面就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 可能是說不用了吧 就不用 應該是店長的 可能是喔 用email打開就好 email好像沒有email 是變成帳的在想到嗎? 現在從這樣子上看 好像是喔 App看 App看 但是他有時候會提醒 謝謝華薇的甜甜圈 他剛剛出現的那一瞬間零點幾秒 是穿的那麼小 他有看會提醒我 他剛剛也沒有 找不到 他在說 您好本期行動帳單請點 然後就點點去 行動帳單 他就是行動帳單 他想吃雞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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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士奇聊過天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就是一個不擅長 跟別人聊天的人 一反的甜甜圈 還會吃晚餐 沒有我吃了午餐 但我還沒有吃晚餐 這個晚餐要吃什麼 你才在直播 他不是前幾天才吃嗎 他怎麼又在吃雞排喔 叫外送 我是不會叫外送的 我是不會叫外送的 士奇有數字訊 我知道 是不是什麼 以林諾是嗎 是哪一個嗎 我有開始要記住名字了 似乎 似乎 我現在真的不記得 真的不記得本名 蠻常這樣抱死 還不敢找我聊天 但是 禮拜六日也蠻慌亂 就是 也不太會遇到 沒有 沒有 因為他們的位置 跟我們的休息室是分開的 就比較遠 他們不會走進來我們的休息室這一區 所以 根本沒有什麼遇到 對你拍的這張圈 對你拍的這張圈 愛心 愛到 他以前有找過我嗎 問我這個嗎 好像應該 應該沒有吧 沒有 沒有 因為一次 八個字是真的很難記 而且 又沒有講過的話 然後 第一次見到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 就是自我 也沒有特別自我揭曉 所以就是 可能就只是這種 啊 好像看過這個人 的感覺 就是我不知道他叫什麼 沒有對上 就是 就是這樣 經過的感覺 疊字範理 對 我第一印象就是 還蠻吵刺激 是不是 我是不是也只有見過 那一次來 這一次 他們看起來是蠻 妖怪 就是 因為同一個棋 同棋的人就會 特別好 這比較熟 所以就是 同棋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很吵 我覺得是 正常的 所以就會覺得 所以就會覺得 好像蠻吵 因為三棋只有四個 那四棋有八個 八個聚在一起就會蠻吵的 二棋也有很吵的印象 就是 同棋的 聚在某個空間的時候 就是會 撩開 就會很吵 很吵 沒關係 我不知道 但是一起也蠻吵的 一起其實也蠻吵的 但是那個 T組的隔壁間的 所以真的是 超吵 是真的很吵 是真的很吵 會覺得真的很吵 就是 可能 因為大家都 就是 女生 就很像女校 女校的話 大家女生聚在一起 就會很吵 但是我就是 有種 就是去公司 就是 去 上班的 心態 所以就是 只有練習的時候 再現 基本上其他時間 我就只是坐在那裡 聽大家聊天 就是 就是 沒有那麼多話可以一直聊 對 對於我來說 所以我通常就是 只是到那裡 先到那裡 結果 我覺得 覺得去公司是去上班的人很少 哈哈哈哈 通常就是覺得 去練習 吧 那種 有種那種 社團後 就是 社團練習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大家 感覺是那種 社團 團練 學校放學後 那種 團練 在看很多年 我會一直滑手機 是真的蠻難的 蠻難聊天 那種 順便要做很主動的才會聊吧 但是 如果手的話 一直 主動的來聊 也會覺得很 那個吧 呵 就是 硬要聊的感覺 沒有事的嗎 就比如說 這真的沒有什麼事 但劉雅琴就會來 一直 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話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他很煩 太尷尬 沒有很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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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通常就是 先不要跟我聊天 等我想 想 想 這個 我熟悉的這個 話題 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講話 他只想找我故隆 他就是真的是沒有意義 所以我就會覺得他不知道在幹嘛 對 對 因為我不太會去關心 其他人 是什麼樣的個性 這樣子 所以我的關心法就是 他自己 營造出來的那個 然後我默默的 觀察 他是什麼樣的 人 這樣子 我不會去問說 什麼 你的興趣 是什麼 就是我只會在旁邊 默默的 慢慢的接收那些消息 對 其實這消息很便宜 會不會先跟我講話 不然會不理他 當然 可以跟我講話 但是 就真的 不要期望 我會講很多 因為都會有那種吧 就是可能 二三期 等等 可以一起拍個 動作嗎 這樣子 然後拍完就結束的 那種感覺 就是很快 很快 所以可以發 這樣子 而已 不一定會 就是 不太會 有機會 跟人家 深度的聊天 通常都是 比如說大家一起去吃飯 那因為吃飯就是 一小時 左右 左右 那一個小時裡面 其他人就會聊天啊 我基本上就是 在這個 聊天的 當下 了解 這些人的 就是 聊天的 方式 或是會 講什麼樣的話題 先觀察 然後發現 自己有同感的時候 就會加入那個話題 但是 沒興趣的時候 我就不會加入那個話題 所以 休息室那種 各自聊的那種 我就不會加入人家的話題 我想說他們就是 跟對方在聊天 就是不管我的事 我不會去 加入說 欸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 除非突然有人問我 這樣子 不然的話 我是不會 每次去插入人家的話題 聊到我有興趣的 也不會加入 你聊到有興趣的 就看 那個 有興趣的程度 啊 就可能先聽一下吧 先聽一下 然後我就會看起來很像 對他們的話題沒有興趣 但其實我就是在聽他們聊天 會看起來像是 我沒有想跟他們聊天 的那個感覺 看起來像是 他不想跟你們聊天 然後我就真的只是在 聽大家聊天 確實看起來 會好像 他不想理大家的感覺 嗯 只是在放空 因為有時候就可以聽 從對話裡面聽出 啊 這個人可能 他的想法跟我很像 有時候我就會 對他抱持的 有一點好感 但假如說他今天講的 很多話我都覺得 怎麼會這樣想的時候 我就會 那個距離就會慢慢的拉開 就會覺得 啊那先不要太過熟 這樣 的那種感覺 就是會看 會自己 疏遠 所以 可能有時候 怎麼樣都沒辦法跟我熟的話 通常就是因為他 日常的那些行動 我已經覺得 我沒有想 就是靠近 所以 才會有點拉開距離 不然的話 如果日常 我就覺得 他是一個很 就是 很善良很可愛 很有趣的人 然後我就可能會 有點興趣 就偶爾可能會看一下 的那種感覺 但如果是 他平常就 可能講些什麼 我就覺得沒有興趣的話 我就不會特別去關注這個人 哈哈 就比如說有興趣的話 可能看到他直播 我可能會點進去看一下 啊沒有興趣的話 我就不會點進去 我就不會點進去啊 所以就是 日常的那個 日常的那些事情 都很容易影響這個人的印象 那就會看啊 比如說 他就是一直在踩我的雷 我就是壓根 我就是 沒有想要跟他友善 相處 跟粉絲是一樣的概念 我就看你們 平常都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就會覺得啊 那個 沒有想要 想要了解 其他就是啊 然後他平常都會 做什麼事情 這樣 有興趣的時候就會有興趣 不要跟我相處 對 跟粉絲才 是一樣的啊 是一樣的意思 比如說大家可能打 Rapp 或是 傳訊息 就是有時候那個訊息 我就會覺得 你為什麼這樣子講話的時候 我就會對你這個人的 態度有點差 就是那個是 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改善 就是 我覺得他沒有要 好好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就不會好好對你講 但如果你就是覺得 你就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會覺得 喔你很好相處這樣子 但你會一直說什麼 欸怎麼樣 為什麼怎樣 的時候我就想說 你為什麼這樣跟我講話 那我也要這樣子跟你講話 的那種心態 也是要注意 所以我會想說 假如說今天是 工作人員這樣跟我講話 我就會想說 喔那可能我真的 要改這個地方這樣 但大家講的時候 我就會 我就會想說 我沒有 就是其他人不覺得 但是只有你這樣覺得說 我就會覺得 為何 就是 就是 你是不是在 雕磚的 某個地方這樣 值得生死 就是 我覺得這個人的 這個人在我內心是有 好感的時候 他跟我講的這些問題 我就會 在聽 但是這個人 他壓 我壓根就是覺得 他就是 的時候 他跟我講什麼話 我就不會 不會放在心上 會想說 為什麼要聽你的 那種 我就會 有點抵抗 這個人講的話 但是 這個人他 一直以來 他就是一直 就是 很好這樣 所以他偶爾可能真的是 提了一小點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 好那我想想 這樣子 會有點接受 但是 真的是 平常就 我不知道 為什麼 就會 有沒有想聽我 這樣子 這樣子 跟隨也 有點 感覺吧 已經差講啥都不講 真的 就是 這個人 你就是覺得 他很 我 我 崇拜他 我對他 從他的身上 我覺得 有我值得學習的地方的時候 我就會認真聽他講話 但這個人 我找不到任何一個 我覺得他的優點的時候 我就會 過 就是會 過去 這樣子 但很難有那種 完全沒有優點的人 出現 要嘛就是我沒有發現而已 要嘛就是 我還不熟 這樣子 找不到優點太難過了 就是 不是說找不到優點 是 還沒有找到優點 可能就只有 所以現在對他的印象 就是很差 這樣子的時候 你就會 找不太到他的優點 你知道嗎 對這個人印象很差 假如這個人很沒有禮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好 那他應該是 就是 就是 找 就不會想要特別去找他的優點 因為就是 第一個印象已經 壞掉了 就不會想要去 伸入他 是不是真的是 這樣 所以會說第一印象很重要 哼 說不定根本沒有 所以就是說 第一印象 會取決 我 有沒有興趣 就跟我 高中的時候 是一樣的意思 高中進去 因為我那個 國中 升高中的時候 完全沒有同班同學 就是 國中的同學 完全沒有在那個班上 完全 幾乎這個學校都沒有這樣子 然後 就整個班 完全沒有一個認識 然後 這個時候就是 定義印象 就會很 重要啊 定義下來就是說 可以問一下你的FB 還是IG嗎 這樣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這個人是想怎樣 那種感覺 我就會開始疏遠這個人 就想說 真的是 有什麼問題 怎麼會 一上來就是大聲 我就會覺得很煩 然後我就會 從 第一天開始 我就討厭這個人 懂嗎 就是第一印象真的是 很 我會很容易 就是 沒有辦法再改過來 你知道嗎 就要覺得這個人 是 就是 正常人不會這樣子 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會覺得 他就是 怪人 懂嗎 所以我就會 從事以後都跟他 保持著那個距離 保持著那個距離 想說 最好是不要來 找我講話的那種距離 那種比如說 要跟隔壁的人說 可以跟你借個什麼東西 然後他可能就借你 然後就還他 然後他可能會跟你說 謝謝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人可能可以相處 這樣子 就是 有時候就是真的 只是小事情 但是就會影響到 很多事情 他本身知道這件事 我覺得他應該知道他 第一天就開始被我疏遠 我覺得有 有被 應該有了解到 因為 因為我覺得 能一直去問 女生的聯絡方式的人 壓根就不是什麼 吵 好的男生 我就覺得他就只是 想認識很多女生的那種 感覺 我就覺得 很 討厭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我不想 不想 讓他知道 所以就 不給 然後又旁邊就會有很多男生 這樣子 講哈 嘻哈 說什麼 欸他都怎樣怎樣 不要 什麼什麼 就開始 就可以聽到那個人 本來就 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壓根對那個人的印象 又降低了更多 就會覺得 啊 那 就是 就是不值得跟他當朋友的那種感覺 完全是任何 扯上 扯上都不願意 所以我那時候就真的是 高中三年 我能不跟他講話 我就不跟他講話 但是 但是他就是真的是 就是一直就是一種 很 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快樂的一個 男生 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直這樣 然後會一直 在你附近 這樣子 然後這樣 然後 然後我就是不會理他 我就真的覺得 就是 有 有病的人就是 有病 所以 反正他就是看起來也是蠻快樂 我不理他他也是蠻快樂 所以就是 就算了 我就當作我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對 我就是很討厭那種 那種人 所以 高中三年 他加了 比如說他加了臉書 那我就意思意思嘛 加了好友 然後後面我就發現 這個人真的是很煩 然後就是 不喜歡他的那個個性 我就直接封鎖掉他的臉書 然後 因為 他被封鎖嘛 所以他就知道他被封鎖 然後他就會跟他的朋友這樣 然後他的朋友就會知道他被封鎖 然後 他的朋友就會來跟我說 很棒這樣子 然後 我就從此以後 都再也沒有解開過那個封鎖 到畢業後 他就一直說 可不可以解開封鎖 然後我就是沒有想要理的意思 所以 就是 扣分 扣分到了一個極致的事 所以 是 對 因為男生嘛都是這樣子 男生都是這樣子 因為他也 其他男生應該也看不慣他一直去打算女生 就覺得 他就是很 奇怪這樣子 所以 很棒的珍瓶 對 所以他會寶 蜜桃 冰茶棟 我也很 澳琪那個人有沒有交到女朋友 應該是有 我記得有 我記得有 但是也蠻長 應該也有換過吧 至少有點高中三年 應該還是有換過 我就會一直在想說 就是 怎麼會 有人願意 就是 阿媽 但是世界上就是很多人 所以人家開心就好了 我是沒有差 我是真的是覺得 為何的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那個女生很可憐 怎麼會交到一個這麼不好的男朋友的那種感覺 我的心態就是一直想說 為什麼 大家會這樣想不開 所以 他會這樣想不開 終於被我打倒退 所以我就說 我就是 由衷 打從心裡 覺得很討厭這個人 的事情 所以我就說 還是會有 不擅長的人的時候 就是你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 他的某個點 你過不去 有時候 你就會一直 沒辦法 但女生基本上 女生就 已經 不會 女生就已經少掉很多那種 可能你覺得他 他不懷好意 他不懷好意 那個 男生們 就是 沒有特別 就是隨便 就是去 想要跟女生 聊天的那種心態 因為女生嘛 女生就會覺得 已經少掉這一塊了 這樣 他帥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能說 我絕對不帥 但可能 有人覺得帥嗎 我不知道 但至少他看起來是 有在努力要 設斗 我覺得他應該是 有意識在設斗 可是有些女生好奇怪 就是 基本上 我覺得女生 其實 蠻 好 懂 因為我覺得 女生很容易會 把 心裡話說出來 就是 他想到什麼 他就會說出來 比如說 或是他的表情 什麼的都很明顯 就是 他現在生氣 你就知道這個人在生氣 他現在很 情緒激揚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人 現在就是 不能惹 的那種感覺 就是 我覺得女生就比較好 發現 他 好像 比較 神奇 就是多觀察 多觀察 因為有的人 他就真的是 他就是想到什麼 他就說什麼 這樣子 那有一種是 他也是 可能像我這樣 不講 不講話 他就是 這種就會 你就會覺得 比較 不知道這個人 是什麼 感覺 所以 不會去 接近人家 我的話啦 如果是我這樣的人 我不會去接近人家 哈哈哈哈 但是就是會有人去 接近嗎 那那個時候就是 看 看 看 自己 有時候就是 看不出來的人 就是 看不出來 但看得出來的時候 就會知道 那 可能就是不擅長 但是女生 比較懂女生 所以我就說 基本上可以了解自己 自己 跟這個人 適不適合當朋友 會不會去看 怎麼說 講了會如何 講了會如何 什麼講的 講了什麼 有時候就會 有種感覺 你會覺得他不是講他想要講的話 但真的是不一定 有可能他真的是想要這樣講 但是你會錯意 你覺得他其實不是這樣講 有時候又會被說想太多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自己的想法很重要 比如說假如說我今天回你 喔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心情不好 但也許他真的只是 不小心回你這個字 人果然是複雜的聲音 或是其實這個人很在意你 沒有跟他打招呼 可是其實你講了他什麼 但是他沒有表現出來他很討厭 但是他其實很討厭這樣 你就永遠不會知道他很討厭你這樣 懂嗎 溝通要雙方努力 溝通對啊 比如說 要嘛你就去問附近的人 說 他是不是 心情不好還是 就是可能去問一下附近的人 至少 確認一下就是 你們的共同的理解 至少有兩個人以上的意見 可能會離正確答案近一點 可能有那種感覺 對 那如果一個人自己 一直在想 為什麼 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 錯 想錯 然後 又要會讀 看開口也有可能猜的 我覺得要看 偶爾那種 問別人 問別人 不會有什麼問題 除非你是問那種 很 不知道你為什麼要問這件事的時候 人家可能就會覺得你想幹嘛吧 你知道他家住哪裡嗎 的那種 這種 好像不需要 去問別人的事情的時候 被傳到的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 不懷好意 嗯 懂嗎 就是有時候有些問題 你還是可以知道這個人 他不知道想幹嘛 誇張的明顯 就是 但有的人就會覺得 他沒什麼 他可能就會直接跟他講 的時候 就是可能會 就是會這樣 就會開始複雜了 你知道嗎 而且有時候真的不能相信 別人說出來的話 而且有時候 就是女生這種 就是很容易 越傳 越傳越大 越傳越大 聽說他認識那個 什麼 什麼 誰誰誰這樣 然後就會說 欸 他認識那個誰誰誰 然後 然後傳傳傳傳 傳片了之後 然後去問到他 你不是認識那個誰誰嗎 然後他就會這樣 什麼 就是那種感覺 有時候 是那種 好像 然後就會變成事實 嗯 他好像喜歡吃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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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聽到誰說他好像喜歡吃那個什麼 然後到最後 我沒有喜歡吃這個東西 所以 的那種 概念是一樣 懂嗎 就是 一個傳一個 然後 可能 我說他好像喜歡吃巧克力耶 然後 下次就有人說 我記得上次好像林玉君說他好像喜歡吃草莓 然後就會 開始歪掉 歪掉說 欸他上次不是說 草莓還是巧克力 欸 是草莓對吧 然後就會到後面就開始 草莓對吧 的那種 開始歪掉 一個人 只要一個人錯了 他這個話題還是會一直傳下去 你知道嗎 是不是 很容易 很容易會 真的有時候還是問本人最好 你有喜歡吃什麼水果 就是還是問一下比較好 可怕的是一定會有另一個人說 對好像是 這就是他喜歡吃草莓包角跟 跟接龍一樣 對 我喜歡吃什麼 沒有特別喜歡吃什麼 好像沒有特別喜歡吃什麼 要遠距轉說 我真的有一次 忘記是幹嘛還是幹嘛 就是Vister Donut還是幹嘛 還是幹嘛 然後就 一直有人說 是不是你喜歡吃蜜糖 波提 我說不是我 不是我 然後他們就說 那到底是誰說 上次誰說 誰喜歡蜜糖 然後就開始 開始一直在找 所以是誰喜歡吃 然後就大概一直在找 是你嗎 不是 不是我 大概一直 一找 因為人多有時候就會忘記 你知道嗎 所以上次是誰說 還是不是蜜糖 不會就大家會開始 大家會開始 不記得 是什麼 然後因為有時候就是印象嘛 就很容易會傳出去 比如說 他 他今天 他今天 什麼 他今天 沒有跟我打招呼 這樣子 然後其實 說不定他其實有打 只是你沒有聽到 的時候 就會變成說 欸他都沒有打招呼 到後面就會看 越傳越大 就說 可能那個人就會覺得 我記得我有打 可是 可能大家沒有聽到的時候 就是 偶爾還是覺得 聽一下就好 聽一下就好 至少 自己經歷到的時候 就會覺得 可能是真的 但是 就是沒有經歷過的時候 就會想說 應該 就聽聽聽聽就好 這樣子 聽聽就好 聽聽就好 現在誰討厭誰 對對對 就聽聽 真的是聽聽 除非你假如說 哪一天你真的聽到 本人真的講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 就說 原來那個謠言是真的 這樣子 就聽聽 真的是 就是 先聽聽 真的 除非真的你 就是確定 從本人那裡聽 但是 你講出去別人 也不一定信你 所以就是 有時候也不用一直 宣傳 有時候也不用一直 宣傳 就自己知道就好了 嗯 所以就聽到的 基本上都不是真的 真的就不知道啊 真的就不知道啊 還要看船的人的可信嗎 對啊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 他哪來的這麼多消息 有時候你就會反而覺得 這個人很可怕 你知道嗎 就有時候 你可能講說 欸那個誰 他是不是 昨天去哪 然後他就會 突然有一個人 跑出來說 對啊他昨天不是去那個什麼 然後他還跟著誰一起去嗎 然後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他為什麼知道 他甚至跟誰一起去 你就會覺得 很可怕 你也有很多消息 但我通常不會講 我就是覺得 嗯 這件事喔 就是的那種感覺 就比如說 想說 請吉吉要出 寫真集 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 喔 我知道這件事情 的那種感覺 這樣 這就是 帶入我 連上說 喔 我知道這件事情 大家知道我不會講 就很愛來 愛跑來跟我講 呵呵呵 不是 因為有時候 你知道 我就是一個很懶的 就是很 很常會待在公司 坐著 就跟林玲瑩差不多 就是會想要 坐在公司 但有時候就是 待在公司的時間 久了知道的消息量 就會更多 因為 公司的姐姐就是 偶爾吧 上班總是會聊天啊 就是 有時候坐在那裡 我也沒有想聽 但是就是會 莫名其妙接收到一些消息 就說 人家就會說 為什麼你那麼多消息 就說 可能是因為我一直住在公司的 那種感覺吧 我也沒有想要知道啊 你們在冷靜還沒有辦法 就 偶爾我真的只是坐在那邊 可能滑手機 或是我坐在那邊吃飯 就是旁邊的人聊起來了 我就會莫名其妙接收到這些 資訊 那別人就可能想說 你為什麼知道 我就說 我就會覺得 因為我每次都坐在那裡 我也沒有 也沒有人要跟我說 就是大家 這個空間的人都會知道 只是 他不知道他 那個當下 其他空間的人 也有接收到 因為比如說 你可能跟 想說我今天跟林玉瑩講 但其實我們講的這個過程中 旁邊可能有其他人 但 我們不會意識到 旁邊有誰誰誰 所以 當那個人也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 反而會想說 為什麼他知道 但是可能我會忘記說 其實自己講的時候 他就在旁邊 這樣子 所以 有時候都會有那種說 嗯 我上次講的時候 你有在嗎 那種會開始問 就是 那個人會開始問說 我上次講的時候 你們在嗎 你們在嗎 我就是上次那個什麼啊 這樣子 就會 催人 想知道更多就常在公司上 所以我就說 常常待在公司的人 就會越了解 現在在幹嘛 那 比如說工作 工作人員 因為有時候就會換來換去 就可能有的人 他就是 久久來一次公司 然後他就會想說 這個 姊姊是誰 然後 然後其實他可能已經 坐在這裡 已經有一兩個月 然後就是 那個姊姊是 叫什麼名字 然後大家就說 你怎麼會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的那種感覺 就是 因為我們很常會出現在公司 所以 你反而會覺得 其他人怎麼會這麼沒有辦法 知道 就是 這些事情 就會覺得他的消息很慢 懂嗎 就比如說 啊這個姊姊已經 比如說 在幾號已經 離職了這樣子 然後 就 可能下次就會有一個人說 欸那個姊姊 這樣子 就說 他已經不在了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蛤什麼什麼時候不在了這樣 懂嗎 就是 會 不在狀況內 很多事情 訊息內斷 真的 其實姊姊也想知道他是什麼 喔 是那種 人家已經坐在這裡 可能快半年了 你還不知道人家做什麼工作的那種概念 懂嗎 所以 所以他是負責什麼這樣 然後 你就會覺得 這個人怎麼現在才問這個問題 因為以前真的有一陣子真的是很常換 可能一個禮拜就會換掉一個人 然後 然後 就又 又來一個新的 然後 那個當下那個人 可能就那一個禮拜沒有來 他就不知道那個公司 瞬間 換了很多人 這樣 他下次來的時候 他就想說 那上次那個姊姊勒 他已經不在了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 這樣子 一的禮拜 怎麼覺得 就是 有長有短 有的 有的就是 真的很短 真的會嚇到的那種 什麼 已經不在了 他不是 前幾天才來的那種 所以我們每次都說 沒有那麼快記住 真的沒有關係 這眼裡都會嚇到嗎 有時候真的 可能就是 比如說 進來 好不然 成員好多 嚇到我就出去 這樣的那種概念 因為有時候你也不知道 其他人是什麼原因 你就不知道那個原因 但是真的是 快的時候是真的很快 老實說真的是 久的反而比較 稀 稀小 但短的真的是很多 只是你們不知道而已 因為你們總不可能 每個姊姊 什麼綽號 什麼綽號 我們每次都跟你們講 哪個是哪個 哪個是哪個 你們偶爾也會嚇到說 為什麼這個活動又多了 一個不知道是誰的公司名人 進來會不會成員好 因為有時候要 記成員的名字 其實意外的蠻難的 因為你們想想 四起 一進來八個 你們就記不住 那一進來有四十 四十幾個人的名字要記 你就會覺得 每個人都對不上 臉跟名字 那不是 就 他可能就這樣 不適合 不適合 有心姐姐就歡迎 根本沒在 我們都會 我們錢都 一開始都會介紹 比如說 就是去到公司 然後可能姐姐就會說 這是新來的誰是誰 然後 我們大家就會站一排喔 一排 然後說 你好我是 李明星可以叫我林毅喔 你好我是 劉小琴 你好我是 林毅雲可以叫我 易雲呢 然後一次 一次講完之後 我覺得他應該一個人 都沒有記起來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 那個自我介紹真的是 壓根 沒有什麼印象吧 因為我們真的只是講名字而已 就是 我叫什麼名字 誰誰誰 這樣 我也不會說什麼 啊 反正就是那個誰 就是你只要記 怎麼樣 就不會給他一個方法記 就是你只是跟他說 我叫什麼名字 綽號 是說 那種 布丁 那阿潘那種 周家裕 然後我叫阿潘 就是 莫名其妙他就是沒有潘這個字 他就是叫阿潘的時候 人家就會很困擾 好嗎 然後到後面就是 因為 因為就是 會很常換 替換 所以這個 這個 例行 這個事情已經 很久沒有做了 因為也很難 就是一次湊齊全員都在公司 為了要介紹給這個人 所以現在就很少 會有那種 所以 介紹說 這是新來的什麼什麼姊姊 然後是做什麼 工作 這樣 就不會介紹 所以 壓根真的是不知道大家叫什麼名字 真的要去特別問才會知道說 他叫什麼名字 不然的話 他也不會介紹 懂嗎 因為 他可能說不定在某一次介紹 但那天不在 所以 你就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就只能一直去問說 你知道那個姊姊叫什麼名字 你知道那個姊姊叫什麼名字嗎 嗯 這確定就真的 有時候 可能就是真的 到了半年 這個人都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也是有 因為 不去問你就真的不知道啊 尤其是 那種 本來就不會交集 比如說經紀人這種會 有交集嘛 你就會知道 但那種 商品 做那種商品的人 那你可能 很久 那你可能 不太會面對面碰到他 說商品怎麼樣 所以你也不會知道人家叫什麼 那你就壓根碰不到面的時候 你就不會知道那個姊姊叫什麼 姊姊可能也不知道那個姊姊叫什麼名字 他們應該會知道啦 但因為 真的很難接 而且就是說 我叫什麼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是哪個字 就是 就是 有時候就會想說 是哪個字 而且 就是 真的想 想不到 欸 人家也就講一次啊 我叫 好的 然後 你好 就是 很模糊 我們還要很模糊 這樣 可以叫我什麼什麼 這樣 就是 就是 假裝好像 是那個字 但是我就是 大家不知道是什麼字啊 所以 就是那種感覺 那我叫雨欣這樣 然後他就 欸 先生 這樣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 結束之後大家就說 所以他叫什麼 這樣子 所以 他是什麼 余嗎 余 余 西還是西 星 就是大家會在旁邊這樣 所以他剛剛是講什麼 那種感覺 然後這樣 欸 你好 你好 這樣子 模糊 每個人都模糊 每個人都模糊 聲音出來都是模糊 欸 你好 根本就是在亂念 到底是哪個字 到底是哪個字 真的 欸媽有人的名字 特別好 所以就是 因為很常 比如說出去外面 外面工作 然後可能 比如說遇到的那個廠商 然後他可能自我介紹說 喔我叫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 恩 姐好 就是 恩 歌好 就是 模糊 然後可能下一秒就會忘記 然後就是 因為那種 外面的活動就 不太 就可能就真的只見過這一次 就下次也不一定會再見到 所以那種沒有記住 我們就會覺得 算了算了算了 但是那種 很常可能 會出現的時候 你就會 很想要搞懂人家 到底叫什麼名字 就是時候 就會 一直都會 模樣模樣 會再幾個字 對啊 哈哈 還是有人要負責念情書 但因為通常自我介紹完 就會說 那我來 大家好 我是誰 然後我們現在來 對一下MC 然後就開始對 好好好 我們也不會再特地去叫到人家的名字 所以這真的是 略過 略過 因為一直去問人家說 所以 是什麼 什麼姐嗎 也很尷尬 因為我們人很多 我們人很多 然後他剛講完 我們就說 所以不好意思 你是叫什麼 就是打斷人家也很奇怪 所以我們也不敢去再問一次人家說你叫什麼 人家 就比如說自己可能也很討厭人家一直叫你講第二次 好嗎 然後 我是林芸欣這樣子 然後 可以叫我林芸這樣子 然後 如果他說 你說你叫什麼的時候 你不覺得很煩嗎 就是有人 再問你是 你剛剛講的話 再重複一次 你就會覺得 很煩 所以就是 所以大家不敢去 再叫人家再講一次 是不是根本不需要 還是會有注意 比如說 比如說 可能姐姐們會說什麼 啊 這個是那個什麼的 什麼什麼歌這樣子 好 歌好 這樣子 搶完 好像下一秒就會忘記 下一秒就會忘記 沒有明片 沒有明片 從來沒有說 可能因為要發這麼多人也很難吧 所以就也沒有在發明片 可能姐姐們有吧 但我們沒有這種東西 尤其是外面的廠商 一定就是 經紀人姐姐們給他 經紀人的名片 然後人家就給他他的名片 誰會發給成員啊 就是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在旁邊這樣 你好 你好 也會要禮貌介紹 不一定啊 不一定要跟我們自我介紹 只是我們會說 你好這樣 但通常大家都會先自我介紹 可以叫我先做 但要看 真的是要看 真的要看那種 比如說 我就是會跟成員 有接觸 就是 窗口 窗口這種 就是他就會自我介紹 但假如說真的是那種 就是 公讀生那種 就不會 不會來自我介紹 因為我們壓根就碰不到 也不會去 對話 所以 人家也不會來 特別跟你自我介紹 真的是 真的是 一個 這個活動的主要的那個人 他會跟你講說 他叫什麼名字 但其他的那些 旁邊的工作人員 就不會意義自我介紹 因為他太複雜 真的只有跟你對的人 他才會跟你說他叫什麼名字 其他人我們不會知道啊 他們想跟你們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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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麼回來 這張面牌一名啦 這張面牌一名啦 如果他們想跟我們自我介紹 不會啦 那小媽媽大概要兩個半欸 本來是兩個小時喔 每次都送你們半個小時喔 下次會直播一天五小時 是不會喔 超級又可以累積到下週 下週 下週已經要八月了 創意錯八月普撥 抽一再耳朵 第十名是 杰還有CKUNK 跟阿德謝謝 想放鼓掌 有一週要消失 一次播少一點 不能播播 接不交直播 杰可能想說 你是不是想交一個禮拜的 第九名是 謝謝華為 第八名是 冠偉謝謝冠偉 第七名是阿榮 謝謝阿榮 第六名是 法蘭森 謝謝法蘭森 第五名是 這是要怎麼唸 明天香 謝謝 謝謝 第四名是 文森 謝謝文森 第三名是 吉米豬 第二名是小玲 謝謝小玲 第一名是十一 謝謝十一 好可愛 可是上次劉小玲不是播什麼聲播嗎 那是幹嘛的 那是有算實說 那應該沒有算實說 那是很酷 不算 想玩什麼 不知道 看我在聊天 有趣想玩 有趣想玩 不開直播 請我答應一下 有趣想玩 聲播是在練習V2 但他們不是在同的空間嗎 可以不在同的空間 播播音樂兩小時 讓他過去 廣播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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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八個胃可以不同空間 要上班的方式比較好 不廣播 不廣播 廣播 那麼想再說 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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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雯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